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刚刚开始 美国这边的剧情就已经展开了 1月2日 才跟网友们激情到过新年好的特朗普 一条推特转发激发了轩然大波 煽动叛乱是有代价的 被刷上热搜 推文中他指出大量证据将在6号使出 并且自己将赢得选举 而互联网的另一头 12名共和党参议员 已经随董王的一声令下揭竿而起 1月6日 美国参众两院将召开联席会议 由副总统彭斯主持 宣布各州选举人团的单独计票结果 这象征性的仪式上 仍可以对投票结果提出反对意见 只要一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 都对某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有意义 那么国会就会对此进行两小时的辩论和结果成立与否的投票 副总统彭斯鼎力相助 响应特朗普号召 他们准备在1月6日集体推翻拜登的胜选结果 护驾特朗普的登基大业 这是特朗普想要阻止拜登上任的最后机会 明天美国国会可能要迎来近代最混乱的一天 真实的权力的游戏正在上映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拿大新闻 BC省2021年业主自助补助金额上线出台 2021年将改用新制度 省府将全面负责补助计划的行政工作 以减轻市政府的负担 省府已负责郊区业主在自助补助上的行政工作 所有室内的业主将可把申请直接呈上省府 而非市府办事处 与去年一样 当大部分业主在5月份接获地税通知后 便可申请补助 2021年省府就大温地区 飞沙河谷地区及首府地区的业主 提供的自助补助如下 基本业主自助补助最多至570元 业主是65岁或以上 本身是商界人士 或是与商界者同住的亲属 可获最多845元不住 如果业主年龄为55岁或以上 或者需要供养子女 可能符合资格沿浇物业水 预警 今天大温强风大雨 加拿大环境部1月4日周一下午发布警告 称今日将有一股强烈的前风气流 逼近温哥华岛并向东移动 这将在周二给大温地区带来大雨和强风 预计下午和晚上的雨量最大 强风将在周二中午前后开始 傍晚时分缓解 预计沿海地区附近的风速将达到 每小时70公里左右 北岸高桂林和风树岭的上空 将在上午晚些时候开始出现大雨 预计到傍晚时分 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60毫米 加拿大环境部警告说 地洼地区可能出现局部洪水 这场降雨将在周三清晨结束 12月大温地产销售再破记录 大温地产局发布了2020年12月的 大温地产销售数据 12月份强劲的房地产交易 将2020年全年房产销量 保持在历史平均水平 大温地产局记录到2020年 全年共有30944笔住宅交易 比2019年交易增加了22.1% 比2018年全年交易增加25.7% 12月份大温总共卖出3093套房子 包括1026套独立屋 593套城市屋和1474套公寓 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暴增53.4% 比过去10年12月份的平均销量高出57.7% 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12月份销量 特鲁多 违规旅行者将无权获疾病福利 去年出台的加拿大康复疾病福利 CSRB提供每周最多500元的补贴 最多两周 受益对象是患有疾病 或因与新冠相关的原因 而必须自我隔离的工人 或因患有潜在疾病 使其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的工人 现在政府开始关注 有人以非必要的理由离开加拿大 并在回国后 以需要自我隔离14天为由 申领该福利的问题 特鲁多表示 选择进行不必要旅行的加拿大人 应自行承担风险 不遵守规则 意味着可能要承担后果 包括罚款和入狱 总理也提醒加拿大人 如果他们选择 在新冠大流行中离开加拿大 并最终被迫滞留国外的话 联邦政府没有计划 进行大规模的撤侨行动 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 伊朗称若美取消制裁 核活动将完全可逆 2020年11月底 伊朗和科学家法赫里扎德 遇袭身亡 伊朗与美国、以色列等国 紧张关系加剧 伊朗政界强硬派誓言将采取反制措施 伊朗议会之后通过反制裁战略法 该法规定 伊朗原自能组织 有义务出于和平目的 每年至少生产和储存120公斤 风度为20%的浓缩柚 伊朗在福尔多核设施重启核活动 对此 美国政府方面称伊朗正进行核勒索活动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方面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 伊朗此举是针对美国制裁的反制措施 如果美国取消制裁 伊朗的措施也完全可逆 伊朗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逮捕 包括特朗普在内的48名美国官员 伊朗司法部发言人艾斯麦里 在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伊朗已经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逮捕特朗普 及其他47名被证实参与了 暗杀伊朗高级军官苏莱曼尼事件的美国官员 据此前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诚旅指控官苏莱曼尼 于2020年1月3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遭遇了由特朗普受命的美国无人机袭击而身亡 联合国法外处决 继审处决及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卡拉玛德表示 美国暗杀苏莱曼尼的行动是违反国际法的 总部位于法国的国际刑警组织 却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要求 理由是该组织的准则要求其不得介入 任何具有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事物 伊朗希望通过此举增加特朗普承受后果的几率 下面是中港台新闻 河北疫情扩散多地进入战时状态 国内时间1月5日 河北省启动应急机制进入战时状态 突然间河北省成为疫情重灾区 石家庄市高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 今日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1月5日晚 石家庄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 2日至4日 石家庄市累计14例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40例 都在市级定点医院集中救治 无危重病例 无死亡病例 石家庄市全力以赴做好应急处置 核酸检测和流调管控工作 尽最大努力把疫情控制在最小区域 最后是一条娱乐新闻 三天票房超12亿的元旦党 2021内地影视迎开门红 2021年中国电影市场终于在元旦期间迎来大爆发 在宋尼多小红花 温暖的抱抱 拆弹专家2等优质影片的强力推动下 元旦假期三天票房超过12亿 刷新国内影史同档期票房最高记录 一阳千喜丙贤的宋尼多小红花 讲述了一个温情的现实故事 思考和直面了每一个普通人 都会面临的终极问题 想象死亡随时可能到来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爱和珍惜 这部温暖的影片 目前豆瓣评分达到7.6分 因为疫情原因 中国电影终端影院市场 在2020年停摆178天 尽管如此 2020年中国影视仍然取得全球票房第一 今天的新闻就为您简要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 请浏览血验网 观众朋友明天再见